中国富豪、财富大缩水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首富在二马一许中来回切换 房地产和互联网轮番霸榜 而如今,不仅这两大产业中的豪门滑落神坛 中国大陆的富豪们更是经历了集体财富大缩水 在福布斯最新发布的中国大陆富豪榜中 上榜者的财富总额大跌39% 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跌幅 前100位富豪中仅有两人实现财富增长 有79人的财富下跌 领跌的是互联网和房地产巨头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网易创始人丁磊 拼多多创始人黄征 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的财富大幅下滑 刘强东的身家缩水53%至83亿美元 曾长期霸占榜首的二马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二人的财富缩水均于四成 双双跌去超过1000亿人民币 在胡润研究院的最新中国百富榜中 马云的身家更是跌至第九位 比养猪产业的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琳的财富还少50亿人民币 其实不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家的财富表现不尽如人意 全球科技富豪过去一年的身家也集体暴跌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联合创始人佩奇等人的财富都经历巨大缩水 不过中美企业家的身家涨跌并不完全同步 显示所面临的困难各不相同 富豪的财富和股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纵观过去一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股价变化 和地缘政治及中美角力息息相关 比如美国证件会3月11日将五家中概股 列为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后 引发中概股连续多日权限崩溃 当时也正值俄乌战争爆发初期 中国坚持在中俄关系上不松口 一度让投资者担心 可能会发生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公司的抵制 中国企业家杂志曾用中概股失去美国梦 来形容当时的境况 由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翘楚大多在美上市 受冲击最为明显 除此之外 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风吹草动 也时刻影响整体股价走势 此次福布斯和胡润研究院的榜单中 房地产富豪的财富也大幅蒸发 碧桂园集团董事会联席主席杨慧言的财富 比去年下降1100亿元人民币 是今年榜单上财富下降最多者 房地产富豪在今年的榜单中身影寄聊 许多过去的常客在摆明开外 包括曾经的中国首富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中国大陆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在民众财富和经济增长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但是今年以来不仅成交量大幅下挫 新房价格也开始下跌 房地产企业接连违约 更因资金短缺导致烂尾楼频线 引发席卷全国的停贷潮 各大规模房企的股价早已落至谷底 富豪榜中的企业家 是中国民营经济人士中最成功 最有活力的一批人 在刚过去的中共二十大中 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叶里曾说 民营经济始终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 如今中国富豪榜中的企业家身家集体大缩水 显示民企陷入困境 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种种挑战 和重重困难 合作者 稳限反映出口 婚文费 婚文费 外出口 企业 本速度 酸